足球员穿着短裤在球场上来回奔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可是吉兰丹就有一名物译男子呢 因为穿着短裤踢足球 而被吉兰丹宗教局认为他是在藐视伊斯兰刑事法规 结果就再一次的引起了民间的一阵谩骂 那首相署部长拿杜斯里魏嘉祥呢 今天也抨击宗教局 认为这样的指控非常的不可理喻 而且简直就是在开道车 魏嘉祥今天在首都出席活动后表示 我国健儿刚在东运会取得亮眼成绩 但这时候宗教局拿短裤发难 实属矫枉过正 而且明显和全世界的运动潮流背道而驰 踢足球是方便 而且对他们来说踢足球只要穿着得体 我所谓的得体他觉得他踢足球他要穿短裤踢 他主要的那个目的只是在于运动踢足球 我不觉得他是有任何的那种犯罪 或者是有任何协理可以被看成是伤风化的一个活动 你不可能强制我穿着沙龙来运动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匪夷所思 而且是完全不合乎常理的 他认为我国不应该如此极端 无论是宗教局还是民众都不应该成为道德警察 才能维护我国多元文化特色 除了短裤问题之外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还有啤酒节风波 对于雪兰儿巴生市议会不准主办方使用啤酒节字眼 魏家祥也毫不留情大肆抨击 认为已经失去意义 魏家祥随后向宾州首长林冠英开炮 认为对方为了证明槟城比吉隆坡开明 竟然邀请低酒不沾的马华总会长拿都斯里廖中来喝酒 不但毫无道理 也会让民众误认为不能在吉隆坡喝酒 八度空间林晓彤吉隆坡报导 现在邀请所有的崭新启示的得奖 得奖的就是 我们下期见